稀饭和粥的区别 很多人都分不清稀饭和粥这两种食物的区别 甚至有些人以为它们是同一种食物 其实稀饭和粥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稀饭是指比粥要清晰一些的精密 或其他所用材料还未熬开花 入口尚有形状的一种食物 除外观、口感等方面以外 稀饭和粥并不存在材料上的太多一同 但就营养价值和消化而言 稀饭要逊色于米粥 肠胃不好的人长期食用稀饭 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 而粥也称糜 是一种把稻米、小米或玉米豆类等食物 组成的稠糊的食物 粥在食用时入口即化、效度后容易消化 更加适合没有胃口以及肠胃不适的人吃 并且组织时间越久 营养越可以充分发挥出来 小米小鹿 小米小鹿